近期,港媒报道称,英国将向中国出口积载雷达系统的设备和技术,最关键的是,数量没有上限,中国要多少,英国就给多少,尚不封顶。 看到这,大家是不是很感到意外? 众所周知,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美国联合北约等盟国,制定了对华禁售武器条约,包括武器装备,科研装备,以及相关技术等等。 美国还拒绝中国登上国际空间站,西方对华之才如此严厉,为啥和美国同穿一条裤子的英国,这次破天荒打破禁忌,热心给中国出口武器设备和技术了呢? 更奇怪的是,美国消息灵通,为啥对此事没有极力阻拦,英国要出口的武器型号,暂时无法得知,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,不会十分先进。 英国之所以慷慨把武器设备和技术出口中国,是为了感激中国在去年对英国投资了200亿美元,为英国解决了燃眉之急。 英国懂得知恩图报,拿什么报答中国呢?挑来挑去,就选择了某种军用雷达设备,零件和技术,为啥选择军用雷达,而不是送中国一架台风战斗机,或者英国大巴车呢? 中国在空间雷达系统方面已经表现出专业性和创造力,但英国在舰载和机材应用方面仍略升一筹,英国把这些武器和技术送给中国,美国没有阻拦,显然背后藏有一定的意图。 西方小心,谨慎应对这类高精尖设备的进口和技术引进,以前总是禁止,突然放开有两个可能性,一是意识到中国科研工作者,已经或即将掌握这项技术,二是在关键研发时期,给予另一技术方向,不至于突破或达到他们现在掌握的技术水平,也就是误导性提升,看似提高,实则引进了未来再发展,的更艰难的瓶颈器。 误导性提升,只是给中国多了一个选项,每个选项中国科研人员都会尝试的,所以不必担心第二点,主要是第一点,中国即将掌握这门技术,英国就哪个顺水人情,又能赚钱。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吧。